豆三岁的周五放送带你了解更加真实的加拿大 大家好,我是豆三岁 最近有很多人问我加拿大工作好找吗 今天咱就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好找不好找,我觉得咱做个比喻,打个比方 就像很多人问,嘿,北京好找媳妇包,好找对象包 广州好找对象包 这个是因人而异 你说北京好找对象包 是不是因人而异 你说北京缺男孩缺女孩不缺 有很多人在那为什么找不到男女朋友 是不,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 看个人的实力,个人的魅力 就像找工作 第一,就是看能力,你的能力越强 你在加拿大,你英语越好 又有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强 现在来说就这样百分之六十了 为什么还有一个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的话就是看运气了 运气好的话,正好有一个公司缺人 你刚好投了简历,人家把你找进去了 运气就是刚好朋友给你做了一个推荐 你就进去了 所以说这两点,一个是看能力 打铁 还要自身硬 这句话没错 所以说很多人不要再问加拿大好找工作嘛 市场是有的 只是你能不能找到工作 你能不能找到对象 这看你自己的能力和运气了 受之余,不如受之余 我就给你们说一下这边找工作的方式吧 难不说能不能找到工作 好找不好找工作 我把这个方式都给你们说一下 有几个方式 以通过几个方式来找工作 第一个,网上招聘 网上投简历呢 有几个网站,有印第的 有很多网上可以查到很多的招聘网站 这个招聘网站的话 相对来说他们的回复比较慢 回复比较慢 还有一个就是说很多都是石沉大海的 因为投的人比较多嘛,竞争力比较强 该投赶还得投 第二个就是招聘会 在温尼泊这个地方 就是每年也会有很多招聘会的 虽然小,不过还是有 我老婆她就是在招聘会上找到工作的 她当时找到招聘会很小 不像国内那种很大的招聘会 她有十来个摊位 十来个摊位还有四五家是招生培训的 就那几家 那几家不过 招聘会的话 你投简历的话 她的回复率相对来说比较高 还有比较能成功的 成功的就是朋友推荐了 给你写一个推荐信啊 这种相对来说是成功率最高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她朋友不单单给你写的这个推荐信 它更是一种担保 担保你这个人很nice 担保你这个人 不管在生活和工作上都是有一定保障的 人家这个老板才会用你 这个是比较高的 还有一个就是买工作 有很多很多工作在在那种工作培训 就是说培训师那有 吃哪你要去她那让她给你解推荐信啊 一般都是要付费用的 所以说我们简称买工作 买工作的话 有很多人说到这个问题 我就给你们聊一下 这边买工作的话不一样 因为当时我老婆也问过这些 后面没有因为太贵了 就是普通工作的话得一到两万加币吧 就是紧缺职业的话就得三四万加币了 这换上人民币也得有 20来万加币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你们的 它那是给你执照工作的 它好像会有一个就是前期培训 怎么面试怎么写简历 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职业培训 也有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看你们怎么去挑选了 在加拿大哪些工作好找到 就是说你有哪些类型比较好 好找到工作 因为加拿大这边相对来说就是 人工比较贵 所以说像技术工种 动手能力强的 相对来说比较好找工作 就像蓝领 这些蓝领类的 有相对来说比较紧缺 像电焊工啊 焊工啊 电工啊 维修工啊 这些是比较吃香的 还有程序员啊 这些有技术性的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吃香的 你要说像文职类 所以商科类的话 做办公室的这边一般都是给本地人了 像前台啊这些类的都是给本地人了 所以说还不是太好找 刚来加拿大的 一般都会找到什么工作呢 像在温尼波这个地方 我见的最多华人呢 就是做干什么 干销售 就是你卖包啊 就是店里的客服啊 像卖包卖表 还有一个就是说各种销售 像我老婆也是一种销售 她是做网络销售的 像国内的联通移动 应的移民来这边都能干啥 还有一个流水线 Libergum相对来说比较累 不过待遇也还行 像温尼波都有什么厂子 像大鹅厂 就是穿的那个看它的果子 还有机场 渔场 中连场 这些都是要就是说 从刚开始起步的工作 一般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个餐馆 餐馆的话也不是太好找 因为餐馆的话竞争也大 因为它的门槛相对来说不是太高 在英语上没有药条那么高 所以说很多人都找着这份工作 不过这个竞争就压力就大了 所以说相对来说不是太好找 最后再给你们说一下 我身边朋友都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吧 先说我 我是怎么找到我的工作 我是因为朋友介绍 推荐来找到这份工作 现在还在做着 也挺累的 就是做帮厨了 也刷完 我在国内是做平面设计主管的 来来这边 因为自己的音语不是太好 还有各个原因吧 也找过很多西人的工作 感觉不是太合适 还是进了餐馆 这个挺累的 进餐馆很累很累 所以说找工作我觉得不要急 就看机会到了 一般都能拿到 我老婆是怎么找到工作的 刚才说到我老婆 我老婆之前在国内是做教育的 她在这边是做网络销售的 她找工作是因为去了一个招聘会 她也找了一个多月 找了一个多月 没找到准备从那些中介里面买工作 可是太贵了 所以说我还是坚持找 坚持找 养老院当葫芦里也算他们的专业 还有一个面试 讨的一个简历是给网络销售 讨的 第二天就给回复了 说可以来这边再具体聊一下 又去了 聊了一下还可以 所以待遇还可以 她就去了网络销售了 她主要是做敲门服务 就是问你办网不办网 电话销售这种 还有这边有几个做程序员的 她都是在国内做高管做程序员的 来了这边程序箱相对来说还行 因为有两个是我老婆的朋友 就是同学 有一个是实习的时候 人家就留下来了 这个留下的机会很少 因为他们是做 他们就上了一年研文 上了一年研文 你没学什么皮毛 这个人家的留下来还是国内 国内那个就是说能力比较强 就留下来的 还有一个就是投简历 就是网上投简历 投的次数很多很多 才投到 所以说这个找工作啊 不要问就是好找不好找工作 就是两点 一个看能力 你的能力强不强 打铁自身硬 你能力强在哪里都不怕 你能力在 要是弱 人到哪里 都不怕找工作 还要看运气 天使地利人和 看运气 运气好的好的话 找工作快点 运气不好的话 找工作慢点 要想找工作都能找到 就这样 祝你们都能找到工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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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